同样也被疫情打乱计划的 还有这一群人 好来酒精 谢谢 最近怎么样 很累 很累 半夜上课 所以你现在是每个礼拜四 每个礼拜四上课 上到早上八点 谢谢 原本这时候人 应该在加拿大的方辰宇 顶着熊猫眼准备功课 他的大学第一个学期 就在电脑前度过了 到目前为止我大学 就是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 因为大家都不开镜头 然后名字 你也可能都是一些 外可能是别的国家来的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 什么都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学期就这样结束了 台湾的疫情控制良好 让方辰宇去年四月决定回家 选择与加拿大同步的线上课程 虽然该修的学分没有少 但是一直以来超级向往 国外大学生活的他 还没来得及看到校园长什么样子 新鲜人的日常 只剩下冷冰冰的电脑 你原本期待的那个样子是什么 就是在很大的校园里面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人 然后可能就很大的那种餐 就是会有那种学生餐 你可以跟大家坐在那边聊天 干嘛的 或是图书馆 大家可以一起做功课 那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在台湾做现场课程 真的不喜欢 因为你在台湾的话就是吃家里的 就基本上就不用开销 那坏的地方就是说 有一些学校设施 比如说游泳池 健身房 有一些免费的公车 我们都没有来享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付那个设施 维护费 方成瑜每年还是得付给 加拿大学校新台币120万元 跟实体上课的费用是相同的 同样也可以拿学位 但是值不值得 就得看个人怎么认定 我会尝试一些资讯和证据 证据我的认识 另一位留学生吴登丽 则跟方成瑜不同 过去一年选择前往爱尔兰 度过留学生活 只有农历新年期间 短暂回台一个月与家人团聚 即便她早就知道得视讯上课 她还是做了出发的决定 我就觉得说 起码还有一天的实体上课 可以见见同学 然后认识环境 可是后来没有想到到那边之后 因为疫情变得严重 本来唯一的那一天也取消了 爱尔兰三度封城 学校也被迫关闭 只剩图书馆能去 成了吴登丽留学生活重要的寄托 每一天基本上大家都到学校去报到 但是都是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报到 可能买个午餐 回来到比方说图书馆 外面有很多的椅子 我们就坐在那边聊天吃东西 以前的留学生活我可能只有体验到一半 那是有点可惜 可是撇除掉这个原因之外 让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 转机的点就在于说 是不是有办法因为这样子 能够让我毕业的时候 可以在当地 可以更快地找到就业机会 因为在过去 再过一年 2022年 原本在2020年出发的那些人 会在2022年全部都毕业 欢迎参观里面请进 像这样逆向思考的人 也不在少数 今年初举办的留学展 人潮虽不如以往 但比起短期游学的语言学校 到国外留学是不少人生涯的重要规划 即便疫情搅局 仍有不少人前来寻找危机入市的机会 在美国要上大学 要靠那个SAT 这个几乎所有的学校不会要求 取消了 对 取消 那个学生要申请入学 因为很多当地学生 他们延后他们课上一年 所以学校要比较多的位置 另外很多学校是提供 学肥测课或者讲学金 如果你要出国 然后要做online课上 其实说不定可以上一个 要四分之一的学费 或者三分之一的学费 那也差很大 边境封锁改变了留学游学的样态 有人失望 有人转个念头 继续寻找机会 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是疫情要人类学会 最重要的一刻 不逃 危机化解 随着全球疫苗开打 台湾三月份开始放宽 边境封锁 已经三分之一人口 施打疫苗的英国 也宣布四阶段解封计划 预计六月底能够恢复正常活动 是不是能这么顺利 还在未定之天 毕竟病毒狡猾多变 但总算人类在与病毒奋战一年多之后 终于见到受光 这一年您学到什么了呢 疫情下的变与不变 处处有智慧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亚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